好大午安 除了下午时间 我们持续带您来关心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 他上任之后的首场亚洲行 昨天是抵达了南韩 在南韩总统尹席月的陪同之下 参观了三星的晶片工厂 当然是要巩固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而今天下午是重头戏了 双方也在南韩的总统府龙山 这边来进行会谈 并且召开了会后的联合记者会 双方提到了这个联合声明 也提到了台海的稳定式 影响整个印太和平跟繁荣 另外尹席月也表示说 韩美将会进行半导体 还有电池方面的战略合作 同时间拜登也表示说 美韩同盟要对遏止北韩威胁 是至关重要的 双方也表示说会扩大军演 来应对北韩威胁 而非法国家人的国家人的国家人的力量 还会发现 美国国家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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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人 华仁美国家人的国家人的国家人的国家人 而拜登跟尹錫悦两个人的峰会 当然讨论的一个重点 还有北韩了 双方都想讨论设法打破 跟北韩之间的外交僵局 而同时间呢 你看到这个画面是 北韩官媒释出的最新画面 这是金正恩的最新画面 北韩现在疫情延烧 金正恩是出席了朝鲜劳动党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的会议 讨论的是当前的防疫对策 那么金正恩现在也下令 要高效调整防疫策略 但是呢 说到北韩境内的新冠疫情 金正恩则是很乐观说 现在情况有所趋缓 而稍早在这个美韩峰会上头呢 拜登跟尹錫悦现在也达成共事 希望可以对北韩来提供援助 解决当前的新冠疫情 但是美国跟南韩同时间 也非常担心说 金正恩可能会在这个敏感时刻 来恢复适合 但现在看到拜登真的是形成满档 他结束完南韩的访问之后 紧接着就要到日本 79岁的拜登累了吗 好 昨天他到三星参观的时候呢 发表演说 不过似乎又犯了老毛病 在感谢尹錫悦的同时 这下尴尬了 不小心口误叫成前任总统 文在寅的名字 但是呢 拜登是随即了更正了他的错误 一起來看 好 拜登口误将隐习约叫成文在寅 不过他马上改正了 站在一旁的尹錫悦 也是非常淡定 似乎好像没有察觉 但是拜登口误其实不是新鲜事 他过去呢 多次将副总统贺锦丽的名字 叫成了总统 而日前还在一场谈话当中 把乌克兰说成了俄罗斯 好 其实拜登呢 非常积极的在巩固他的外交 先是到北约去跟盟友拜会 来商讨这个俄乌之间的问题 现在来到了亚洲 要巩固印太关系 但是呢 在国内的施政 民调却是持续的下探 现在根据美联社跟芝加哥大学 他们的一个研究机构 所做的联合民调显示说 现在在美国只有39%的民众 是支持拜登的施政表现 比一个月前还下降了6% 其中美国民众最不满的 当然就是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了 美国正面临40年来最高通膨民众上超市购物的时候 真的很有感觉的物价也长得太夸张了吧 除了通膨问题 其实美国现在还有枪支暴力的问题 上周就接连传出了好多起的大规模枪截 还有现在婴儿配方乃突然短缺 以及疫情持续扩散 也都是造成拜登支持率下降的原因 而拜登有所谨讯的是 他流失的支持率呢 其实主要都是来自于他同党的民主党人 民主党现在只有33%的人认为说 拜登下的施政方针是朝对的方向前进 比上个月的46%还要低 而时序来看到的是澳洲 今天是举行了大选的投票 目前投票已经结束了 但结果还没出入 博弦然根据路透社最新民调显示说 在野党的工党以53%的支持度 领先了澳洲总理的自由党 来听工党领袖艾班尼斯在投票会后的说法 My message is I want to represent all Australians I want to unite the country There's been a lot of division in recent times It's one of my criticisms of the current government is that Scott Morrison looks for division and difference rather than unity and common purpose I want to bring people together and regardless of how people vote in our great democracy it's good that people express their views at the ballot box Once it's done then we need to unite and to move forward as a nation I believe that we can 这样选举将可以决定说 谁可以控制参众两院 以及谁能够入主澳洲的总理府 目前已经有1700万人登记投票 而现在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由于两党没有重大的政策分歧 以及具有话题性的议题 而这次的选举也可以被认为说 是对于现任的总理莫里森的内阁 执政的表现信任公投 外媒现在预估说 莫里森的自由党跟在野的工党 可能都没有办法过半 再关系的是日本疫情 疫情吃坏越来越多的禁令也解除了 而日本当局现在宣布说 在室外只要减少交谈的话 就可以不用戴口罩之外 而原先呢大家都很担心说 在球场的时候 大家在球迷很疯狂 在加油加油 可能这个飞幕也会传染 禁止观众在观看体育赛事的时候 大声为选手来加油 不过现在也即将要放宽限制 日本当局呢认为说只要符合 规定条件 球迷就可以大声欢呼 旺旺水神呢它是微酸性电子次律酸水跟病毒 细菌作用之后呢它是还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 在这个非常持奇 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物化器 还有生成机都给它买起来 当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